各位先有,欢迎观看三生三世纸上书,他见到面前的帝君神情有些萧索,却不是昨日的模样,昨日他明明是阴沉沉沙一毕漏,方才在外头吹了风,有些不太舒服。 同样的一句话,此时听起来却有些异心阑珊,凤九在心底嗷了一声,记得当时自己接着便起身接过他手中的被子,然后回身替他铺床时,被他按在了床上,他往床里便挪了挪,下巴往边上一点,你先将被子放下吧。 帝君傲了一声,却抬手在床前画了张小踏,还弯腰将被褥铺开,然后只取腰瞧了瞧他,问道,我想同你说几句话,你可愿意听一听。 凤九见他往前走了一步,慌里慌张往床里侧又挪了挪,抱住自己的膝盖,你,你站着便好,别过来。 毕竟闭了闭眼,在开口时声音有些颤抖,我当时,很可怕是不是?凤九捶了头想了想,在抬头时觉得自己已经冷静许多,他努力同他讲道理。 其实我也有些喜欢同你做那件事,你想要我,我很高兴,我晓得我们既然结为夫妻,我自然是要乖顺一些,事事都该顺着你。 他顿了顿,觉得接下去要说的话伪失令人不快,声调也有些颤抖。 可是,我原以为,我们同其他夫妻或许有些不同,你对我也该有些不同,我本以为你挺喜欢我,而不仅仅将我看作一个嫁给你的女人,一会体察我的心境情绪,或许,是我想的不对,我。 帝君望着他的表情极专注,专注中带着一丝痛楚,你想的那些其实,你眼下觉得很失望是不是? 凤九摇了摇头,觉得内心深处倒并不是特别失望或者痛苦,反而带着一些茫然与麻木,他想着大约是因为晓得这不过是一个梦境的关系。 现实中,他同帝君并无这一场交谈,他将她按在床上进入她时,比他们的第一次还要痛,他的脸上只有征服的暴念,那是一个极为陌生的帝君。 他喜欢她那么久,却还是第一次见到她这副模样,他记得自己哭得厉害,他的衣衫被他尽数撕开,他却穿得几乎完好,他觉得这桩饰颠覆了他所有的认知,尽管他的经验都来自于他,他头一次觉得,这件事,居然也会让人如此痛苦,显直像是一场折辱,尽管后半程他变得有些温柔,也让他感到某种快乐,可是他的心底,仍旧羞愤难言,凤九舔了舔嘴唇, 说道,这件事我今日已经想得有点明白,倒是不会怪你,过几日大概便能想通了,你莫要担心,帝君想上前一步又不敢,声音沙哑地问道,你是如何想的,又明白了什么道类,凤九礼了礼思绪,慢慢说道,我们九尾狐,向来与感情仪式上过于执着,其实并不见得是一桩好事,我喜欢你这件事,一开始只是我的私欲。 后来你终于被我打动,也喜欢上了我,我便担心满意足,感情这桩事,大约并不能如我想的那样完全对等,我对你有多少喜欢,便要求你也回赠我几分,那倒成了强求,我们这些时日天天待在一起,你试试顺着我,道令我生出许多妄念,有句话叫做细水长流, 当日寒山真人劝你说情深不受,我今天细细琢磨到有几分道理,生活中不会那样美满闲适,若是你不耐烦哄着我,其实我一个人也不是不能生活得好。 他抬头看了看帝君,继续说道,我想得你被人伺候惯了,又总是一个人待着,也许并不是很习惯同人日日私混玩耍,寻常夫妻,大概也并不是时时刻刻腻在一处。 帝君抬了抬手,似乎想摸一摸他的头发,抬到一半又慢慢放下,你觉得我是不耐烦哄你,才那样粗鲁对待你,是不是? 不是,凤九抬眼看了看他,觉得他看起来极为难过,却不明白为何。 这两个月以来,你一直陪着我胡闹,已经很是足够,你自然有许多其他的事要忙,不该将心思都放在我的身上,从明日起,我会自己找些事情做,再不会那样时时刻刻粘着你。 帝君声音都有些沙哑,你不想时时刻刻同我在一起,我却并不是因为不耐烦才那样对你。 他又想了想,说道,一开始,你大爷是为了言真的事情不高兴,然而那件事情,阴错阳差,倒并不是我做错了,若是你为了他挂念着我便生我的气,你下来不是这样不讲理的人。 帝君却一个字一个字的问他,若是我因晓得他思慕你,气得发狂,才那样对待你呢? 凤九悚然一惊,顿时在床上做个笔直,您自己心中有气,便要对我做那样的事吗? 他的声音一变得冰冷,你难道不晓得我当时有多伤心痛楚吗? 帝君的表情带着极大的伤痛与懊悔,我既自私又霸道,还不讲理,您晓得我是这个样子,是不是不愿意再喜欢我了? 是不是要后悔嫁给我了? 凤九默然伴赏,摇摇头,我晓得你不是这样的人,但是他又没有办法说服自己。 只好换一个思路问他,你是否仍对袁真有心结? 当日你在凡间,因撞见我们的私情而吐血,我早已告诉过你,那都是私命命我去做的。 帝君脸色数遍,点点头道,昨日,我听他仍对你念念难忘,当日你同他共欲的场景,一直在脑中挥之不去。 当初你在凡间亦对我情深爱重,却因私命的要求去幽影原真,现今,虽你我已结为夫妻,却并非天意注定,若上天不许,你是否一会同当初一般,弃我而去? 凤九想了一想,方明白他话中之意,当日私命却是一再让我替你造劫,那也是他愤怀之事,难道说,眼下也会有人逼着我离开你吗? 凤九往前挪了挪,抬手让帝君走近一些。 帝君往前两步,凤九抓住他的手臂问他,为何你担忧我会弃你而去,是否你晓得自己将要阴姐,你同我在一处便要承受天罚,是不是? 帝君摇摇头,低声宽慰他,本君并非担心要阴姐,只是觉得人心无常,实在难以把控。 凤九沉思半晌,有些不解。 帝君,为何你要把控人心,天意莫测或许令人幽惧不安,人心无常才有世间诸态。 若是人心皆能掌控,那人与物又有何区别? 帝君望着凤九许久许久,久到他脖子都痒得有些发酸,然后帝君一挥手,他明明呼呼翻了个身,却被人紧紧揽住,投入一个令他心安的怀抱。 他觉得自己似乎做了个梦,这个梦倒让他不再那样忧伤。 凤九觉得这大概可算得上是个好梦。 第二天早上,凤九在帝君怀中醒来,帝君见他醒来叫了他一声九儿,他抬眼瞧了瞧被入凌乱的小榻,确信自己最初确实是一个人睡在小榻之上,却不晓得何时被挪到床上。 帝君见他不说话,又叫了一声九儿,弟弟说了一声抱歉,凤九手脚并用从他身上爬下,听到他一声抱歉,倒有些尴尬,觉得若不做点回应有些过于冷淡,帝君与他都穿着衣衫,这与他二人倒是极为少见。 帝君跟着也坐起身,淡淡的目光聋着他,凤九偏了偏脑袋不去看他,帝君试着抬手想摸一摸他的头发,凤九不动声色的避了避,帝君抬起的手在半空顿住,叹了口气又慢慢放下了,凤九想到昨夜那个怪异的梦,料想自己这两天定是因这件事有些困扰。 好了,今天就讲解到这里,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,可以在评论区留言,和小影一起讨论哦,赞同小影的话,可以点个赞,支持一下小影哦,我们下期见。